美國德州烏瓦德政的羅布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19個人死亡 而剛剛結束亞洲行的美國總統拜登 下季後是直奔白宮發表全國演說 在美國最先進入大学的學校 漂亮, innoc統,二、三、四學學生 而且多少名小學們 一堆看見他們的朋友就像他們在對大的滅亡 所以今天納粹請求他們 給他們父母和弟弟的力量 他們現在感到暗中的力量 作為一個國家 我們必須問 當時在神的名字 我們會站在槍派對手 當時在神的名字 我們會做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心裡必須完成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